大家好 今天是9月12日,星期二 港股今天會不會令大家失望呢? 因為在早上開市的時間 大家看到美股的行程 應該也有一點點憧憬 而港股在開市的時間都不負眾望 基本上都可以突破28000這個位置 但很快又下來了 其實你說28000這個水平 很明顯現在都成為了一個港股的阻力 我自己認為就是好像 試著一些催化劑 什麼為之試著一些催化劑呢? 嚴格上 你可以說現在市場的氣氛 又不是算很差 但好像硬是 硬是好像到這個位置就突破不了 所以有一件事可以令到港股的行程 有些比較大的突破 這件事我又有研究 有想過是什麼 最主要反而就是 A股的狀況 A股本身這一陣的時間 都是比較偏強一點的 而且成交兩方面不斷放大 甚至你可以說 連這個兩融的業務 今天的時間 就是昨天的數目 都突破了好像 9300多億 我不知道 沒有記錯 都好像突破了9000億 樓上這些位置 所以都反映到我們的市場氣氛 不差 不過 你說能不能推過 A股上去 好像暫時都沒有力量 所以我覺得除非A股那邊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趨勢 否則的話 似乎港股 真的在這段時間 要再有些比較大的突破 有些難度 所以大家暫時可以留意著 我想2萬8000億 都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水平 就是你每一次見到他 破了上去的 站不穩的話 基本上反映到 就是這個阻力都很明顯 那到後市方面 如果真的到下星期 真的好像你說 聯署局那邊 可能有一個縮比的動作之後 到時看市況怎樣 到時市場怎樣演繹 如果這也是比較正面的時間 可能大市 才有機會再向上 挑戰一些高位 今天我想和大家 可能分享一些板塊的研究 因為過去幾天的時間 都做了一些功課 我想說一隻股份 加一些板塊 那隻股份先說是哪一隻 就是ICG 其實我昨天也想說 但昨天好像沒什麼時間 ICG 之前和大家有分享過 因為有朋友好像問我ICG 我可以回答他 ICG本身 其實它的業績不差 是好的 以及之前和大家有分享過 為何它之前的股價跌 最主要是因為 這個騰訊 有一隻遊戲叫 亂世王者 內地推出的 玩法相類似 大家怕它會搶走它的客人 但也和大家分享過 就是基本上 我問騰訊在國內市場 這個ICG是國內市場 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它的股價 昨天的時間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我又嘗試去了解一下 為何會出現這個情況 終於我研究到了 原來就是說 和筆水有關 因為我翻查一個月之前 其實這個ICG 筆水好著的量 那價差不多是1乘1 只不過是股權的 一股份的比例 但是昨天再檢查的時間 只剩下8% 你可以說 在這陣子的時間 筆水不斷減前ICG 所以它的股價也算是打不起 今天就有些反彈 但首先指出的是 很多時候 很多股份 當筆水可能是持續的量 有差不多的佔美時間 它們一沽貨那一刻 基本上你的股份 不論你的基本面 甚至是好還是不好 那一刻沽下去 你根本上一定是做得比較差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筆水持股的因素 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 知道那個情況 假設你拿著的股份 可能真的比較多筆水持續的話 要留意這個情況 另外筆水如何調查的量 大家可以去港交所 有些地方可以讓大家炒到 如果大家也查不到的話 我明天可以留一個連結給大家 可能大家當作是參考一下 另外講完這個版塊 講另一個就是汽車股 因為內地 昨天有一個政策 說新能源汽車那邊 就說這個 叫做 2003年 都會全部廢除那些 叫做傳統的汽車 荷蘭那些更加之快 好像2020年就做到這件事 但是 在內地方面要做 是否這麼容易呢 我覺得是難的 因為現在你看看他們的 叫做汽車的量 那個銷量方面 如果以上半年為例 那間差不多賣了一千四百多架 那一千四百多萬架 那如果全年來講的話 二千八百多萬架 但是暫時 新能源汽車的佔比 那間是好像 例如說 今年第一季的時間 只有五萬多架 反映一下 其實那個比例還是很小 當然你要轉又不行 政策的話 要轉的話 實在有到的 例如吉利為例 吉利之前也有一個政策 叫做藍色吉利行動 那他也預計 之後的時間 可能九成的汽車的產出 都是一些新能源汽車 就是他有這方面的部署 所以按道理 其實升這堆的板塊 不止升值比亞迪 吉利也受益得到 那除了吉利之外 甚至乎你可以說 我之前趕坐的時間 不是經常跟大家說 買一隻落木的 內容木頁 3993 那一隻都有些概念 因為話說他本身那些 那些沽 最主要就是 他有四成的產量 就用來負責電動車的電池 所以為什麼他的價格 升得那麼厲害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其實電動車的範疇 很多東西大家可以去衝敬一下 不過記住 這個是比較漫長的情況 還有要炒的話 還有汽車股 我覺得這陣子 再追就無謂了 反而有些周邊的股份 例如剛才提到 內容木頁這些 回到一些可以買的 甚至乎有一隻 比較冷門一些 其實之前我推介過的 不過呢 之後就覺得他太悶 比較差 就沒有理會 大家可以留意 是哪一隻呢 泰坦能源 2188 他做什麼呢 做電動裝柱 今天都升得比較好 不過這隻就真的 長期都很悶難的 甚至乎 想買貨的話 一碗邊的位置 才再追回到未遲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還有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好像之前那樣 隨時留言給我 大家看看 找不到那條 即是說那個筆水 遲到那條連結 找不到的話 我明天再在 YouTube的頻道 下面加上同事 加上連結 大家可以找得容易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明天再見 拜拜